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11日 星期三 俗語有話 適時務者為俊傑 我們看到 在大陸這十幾年來 在經濟持續向上的情況下 很多人回大陸 當然 有人覺得香港 找不到東西 沒辦法 迫回大陸 很多人拍電影 拍電視 或是做娛樂圈 不是做娛樂圈的 紛紛回大陸 而大陸 有時也是比較滯後一點 很多香港已經不紅的明星 甚至乎已經過氣 沒有人理會的明星 回到大陸 都忽然間成為天王巨星 因為 大陸很多人的記憶都是停留在80年代、90年代 所以有一大群比較過氣的藝人 全部都回到大陸 也在大陸 如如得水 甚至乎有些人 甚至乎有些人回到大陸 就覺得 在台入祖的壞譜 在大陸很受到尊重 好像溫兆倫那些已經瘋了 曾經好像吳萬達一樣 都說自己是共產黨員 基本上 因為他們在大陸 得到那種 虛榮 是他們在香港沒有辦法再得到的 當然 香港的電影要適微 也是因為人們上了大陸的關係 我們看到 現在香港的娛樂圈出現了很兩極的分化 ViuTV 變成了 本地市場 我們看到很成功的MIRROR 而ViuTV之前 搞《全民造星》 原來也有一批人 出了來 當然部分就簽了別的唱片公司 我們今天要說的主角是曾比特 本身 真的不知道有這個人 不過看到他 在微博 現在開始進攻微博 開了大陸的小紅書 他在微博發文 賀五四青年節 還要慶祝 中國共青團成立100周年 這些深入的 政治表態 所以沒辦法不說他 一般以往大陸有個類似的風氣 當上面吹雞 例如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可以打我了 或是做護旗手 是中央級的 但是這次 發賀文就慶祝了五四青年節 順便慶祝共青團成立100周年 我覺得大陸也未必會很大很高調去搞 反而 他竟然 是那個政治足夠那麼靈敏 我們覺得這些人 在大陸將來會大有前途 當然 原因就是他在香港 那些人不是很受落 對於他 一來出身ViuTV 香港人對他既然不受落 他就唯有找另一條跑道 既然 舔共找到吃就繼續舔 這件事 其實也無話好非 變成了他不是要做你香港市場 他覺得你是香港人麻糕 他們不敢做你 這件事 也無所謂 不過 我就想告訴他 這個叫做適時勿者 曾比特 問題 他是不是真的那麼適時勿呢 慶祝共青團成立100周年 這個真的很值得拿來討論 這個真的是很值得拿來討論 到底有沒有刷錯鞋 詳細跟大家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最近他 北上參加無線和芒果TV合作的 星生不息 用普通話讀 廣東話讀 很突压的 令到他在微博的粉絲 急升到18萬 他也告訴大家 他是做大陸市場嘛 他根本就不要你香港 也不是說不要 他是想要 不過要不到 只要攻大陸 大陸的市場 攻得到就做大陸 說真的 到處都是客人 哪裏的客人就做哪裏的 吃四方飯的 他要做大陸明星 就讓他做 他在微博分享自己 在廣東廣播電視台的 拍攝 他就說 趁著五四青年節期間 分享自己眼中的青春之歌 他是 是我在青年節期間發佈的一首歌 那首歌叫做《奔跑吧》 他說有兩個歌詞他很喜歡 就是跑的最遠 我的腳步從未退後 放肆奔跑吧 破風奔跑吧 他就說 在片中說 青春賺放多彩 慶祝中國共青團成為100周年 這個 好像在政治方面 完全壓住大陸那樣 這個小朋友 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壓住就未必一定中的 因為 上面 很少人會壓住在共青團 因為 這十年來 習近平當政之後 其實對於團派的打壓是很重要的 我們再說 這個曾比特既然那麼會做人 知道 好像 在大陸賺到錢 他 曾經在IG 他就說被人 hack了帳戶 裏面的帖子都沒有了 網民就知道 原來他是想世帝 肯定以前 有些人覺得 可能會覺得他是 蟑螂 是不是黃啊 是不是有問題啊 他 既然一心要做大陸客 要吃大陸市場 唯有放棄香港 他聲稱被黑客入侵 令到他 這個水裏面的IG所有東西都清空了 他就出帖子就說被人hack了 但是 突開了大陸的小紅書 我其實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估計都是類似社交媒體的 他 微博fans升了很多 現在全程投入 不過他原來是 ViuTV全民造星II 出身的 當然被其他人 看中了就簽了他 有網民就說 他應該是想像周柏豪那樣 因為當年周柏豪 19年在IG叫人登記做選民 結果大陸人就說他是港獨 說他是蟑螂 單日就沒有了3萬個followers 當然大陸人都是 你知道是很離譜的啦 所以一個月之後 周柏豪就把自己IG7000多個 都刪掉了 刪掉了1000多個 網民覺得他是想洗底 想吃回大陸 結果周柏豪成功了 他的誠意 打中了大陸的 歌迷 所以可以回到大陸賺錢 這個曾比特 估計 也應該是一模一樣 網民當然不受樂 大陸的人稱讚他 這些 適時務者 我們覺得 你們肯來舔 我們就覺得 支持你 當然 香港的網民通常都不受樂 你既然 上了去就不要回來了 選擇了的就抓他賺錢快樂 小紅選也開了 應該沒有打算回頭 沒錯 回到大陸 他根本就不自在你香港 覺得你 香港沒得做的啦 我也是回到大陸啦 這個也是 現在香港 好像大家看到 好像被MIRROR壟斷了 其實不是的 我們看到MIRROR之餘 最近 娛樂圈也好 樂壇也好 也都湧現了一群新人 有幾個 其中一位是林家謙 那幾個好像差不多一樣 一時間搞不清楚 另外一個叫做 張 MC 張天賦 那些原來也很厲害 我看到他的MV也有幾百萬 在Youtube Youtube 要幾百萬尾不是惹小的 現在有人就要打香港市場 他覺得香港市場打不進去就打大陸 也有人就說他也算夠了 就扮甚麼hacker 那個hacker就是自己 自己 刪掉所有東西 要回大陸找人家 沒有辦法啦 如果他要做大灣區歌手 其實就去吧 因為他在公司環球 一直都很多 在大陸找吃 因為香港找不到 就想去找人民幣 這個東西是沒有口非的 他要找吃 如果沒有人請 或是他公司 政策你如果不跟 唯有 自己搞 很多時候 部分藝人 說真的 是未必有得選擇 逼著 總之這間公司要你上去 你就上去吧 如果以前 大家記不記得 在香港九十年代 香港主要是 當時大陸還沒進去 沒錢 所以 香港主要賣貨就做台灣 然後是東南亞 然後是星馬泰 然後是印尼 當時 賣這些貨幣 再賣就要賣美加的那些貨幣 現在 完全不同了 所有人 他的生意 所有公司的娛樂公司的生意 都還要看大陸 只要大陸有客 他就覺得夠了 大陸有十多億人 問題 大陸 現在是不是 還可以讓你做到那麼多生意呢 即使我們看到 香港很多藝人回大陸穩勝 有些很紅 但也有些很不紅 你不是每個很紅 所以這些 真體的做法 是不是水美呢 現在大陸 搞到快要不行了 才想大陸 是不是水美呢 另外 另外 其實 他 拿這個 共青團 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表現 共青團基本上這十年都沒有運行 我不明白 他那家公司真的不懂 你很會不會拿共青團 這個五四運動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 共青團在大陸已經是備受打壓的 共青團團中央的總書記 幾年懸空了這個位置 後來習近平找了他自己的任務 落到他自己的任務 落到他自己的任務 根本整個共青團 就是被習近平打壓的 那麼 他 基本上是不是 站錯邊呢 我都不知道 想舔 分分鐘舔錯人的 這個要看一看你 沒有甚麼 捉他好運而已 香港 基本上不屬於香港的 香港人的歌聲 你喜歡在大陸找吃的 我們不理會的 好像楊千華那些 我們是不會理會的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